西亞做了有用和有智識的公民 這個是很重要 因為我們馬來西亞華人 到目前是只有23% 即是有620萬華人 我們港府人有160萬是排第二 福建是第一 黑人是泰國第三 潮州、海南那些只有幾百千人 我們港府人在馬來西亞的地位 是往往輸給我們的福建人 因為,對不起,我在這裡直說 因為我們港府人是很不成見 很不成見 我們希望我們港府人團結點 團結點 我們年總有很多計劃 是抬高我們馬來西亞的港府人 我們在2002年的8月 我們又推出一個三加一英年基金 是鼓勵我們港府少府的人 當心的 因為這個很重要 人口是很重要的 好,我們港府人只有23% 最多10年 或者20年 我們只剩下10% 10% 那時候我們的政治的權益 教育的權益 文化的 經濟的 就一落千丈 大家回去跟子女說一下 人口是很重要 不要是一個起兩個 中國現在變成兩個孩子 一個不到 中國看得到 中國看得到 要兩個 最少兩個 中國 我們華人 在我來西亞 我們連中那天呼籲 最少四個 咬不 最少四個 因為現在是三加一 竟然結合四個 我們有兩千塊獎勵金 兩千塊獎勵金 我們在2005年 2005年 得到中國 韶慶市政府的鼓勵 和德慶院的政府 支持 我們請了龍武娘娘 回來馬來西亞 龍武娘娘 在中國有 二千多年歷史 龍武娘娘是有求必認 很多鄉言 去我們馬來西亞的龍武廟 暫時的龍武廟 求過龍武就知道 我在這裡不愛這麼多 不是迷信 求過龍武得到什麼 是家機制度 我們龍武廟 新的龍武廟 現在六十幾巴士 起床 四層的龍武廟 最高頂層 是安慶龍武 二樓 一樓 就是我們港校的行政中心 行政中心 樓下禮堂 再下一層是停車場 是四層的龍武廟 四層現在工程 大約六十幾個百姓 六十幾個百姓 我們申請政府的地 是得到政府的地 很多難題我們要克服 很多難題克服 因為那些高人跟我們說 起廟是有這樣的程序 要克服很多障礙 克服很多障礙才起到廟 這樣我在去年的七月 去年的七月就刺激了 刺激了龍武廟 刺激了 跟港校年總分開 因為為什麼這樣做 因為龍武廟不跟港校年總分開 拿不到我們的面稅 現在拿不到面稅 分開了 分開之後 我們有機會拿到面稅 拿到面稅 所以我們建的廟 就比較快些 快些 因為為什麼 我們分開了之後 現在我們龍武廟 目前的龍武廟 有182個會員 182個會員 馮藝堅 800元給龍武廟 就是永久會員 我們有印度的同胞 是我們的會員 有四個 兩個醫生 兩個律師 四個是印度同胞 有正就是外面人 有海南人 有潮州人 有福建人 但是我很可惜 我們港府人很少 有一個龍武廟 但是日本的少過福建人 少過客人 少過潮州人 少過海南人 很可惜 我們港府人 是很不團結 很不團結 我希望 我希望 經過我今晚 我今晚這麼說 以後 多些 多些港府人 是入會 因為 不多港府人 入會 將來我們的廟 會 失去 給其他人 來 共建廟 我希望 希望 不要這樣 大家 我們全國 有三十八個屬會 全國有三十八個屬會 會員 會員 超過 超過六萬人 三十八個屬會 超過六萬人 但是 會的 我們的 港府少爺 只有五十人 五十人 五十人 今晚通告的 由馬浩的 鄭兒 馬浩的鄭兒 響應 入龍門票 給 這八百元 入龍門票 因為這八百元 是用來起廟的 不是用來用的 用來起廟 我們現在的表 還差四百萬 還差四百萬 才可以完成這個表 最後 弟弟 關注大家 身體健康 家庭恐怖 多謝大家 謝謝和視察 余生相顯 現在大會高請 馬口區鄭議員 歡迎鄭世陽先生致詞 有請 謝謝我們的 十一小姐 大家晚見好 非常滿得 我們馬口鄉江 已經走陸陸三年了 一個架子年 一個架子年 是不簡單的 不簡單的 所以我要公祝 我們鄭江 跟 繞路架子年 邁向一個 新的里程碑 然後我們的大會主席 韓建森 也是我們的 全州議員 非常 感謝你 會不會 你們理事會 邀請 小弟呢 來出席這個晚宴 然後呢 也給我一個 支持的機會 我聽說 樂來不易 所以呢 這裡我向大家 幾個勾 感謝新嘉賓館給我支持的機會 各位 講回呢 整個 華團的組織 因為我本身 就是來自華團 我之前呢 就是 深美南中華大會團的主席 所以呢 華團 沒有華團 就沒有我 所以這裡呢 我不只要感激 華團給予我的機會 而栽培 讓我站在這裡 跟大家分享 我也肯定 緊握手的力 為華團 做出我應該做的工作 做出我應該做的工作 做出我應該付出的 來 照顧 我們所有華團的 子子弟弟 地下一代 各位 這裡呢 我們可以聽說 今天也來自 各地的 鄉江 同鄉 來到馬口 所以呢 身為我馬口的總議員 歡迎你們來馬口 也支持你們 來我們馬口 賺的這個光 謝謝 各位 話講回來呢 六十年 六十年一個價值年 我打算為 革計 是 決定 我們的決計 這個是一般的事實 就是革計 如何的革計 具有如何的決計 所以我這裡呢 跟大家分享 華團 是否能夠 在我們的馬來西亞 六十年之後 能夠打一個更好的一片天命呢 我認為華團的革計 非常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就像我們的總會長 何思昌 我們的全國的那個 湘江的會長 半永大 江賢來講的 他們的見解 這個論回整個華人的革計 來講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們必須定下一個很明晴 很清楚 有前章性的革計 才能夠帶領我們整個華團 邁向一個里長費 就像一個價值年 我們希望馬口相較一款 第一個更好的革計 帶動我們馬口的整個 相將的子弟 邁向一個新里長費 各位 我們今天還有最重要的 我們 規會也請來了兩位顧問 兩位顧問 是來自我仁寶縣的 這裡呢 我要跟大家透露的消息 馬口香江會館呢 真的是臥苦長龍 整個人寶呢 除了有兩個拉托之外呢 每一位這裡呢 我們不只說只是香江 各機關裡面 都是我仁寶縣的 我們還有國會議員 海南會館呢 我的同僚 張國祥 也是馬口唯一的 華人國會議員 所以呢 我認為整個人寶縣就是一個 不定 一個不定 然後我們兩個拉托呢 更了不起 就是因為 最近 小弟不正一個 一個華教的全國計劃 也在拉托的先出之下呢 我們將在7月15號 向全國華教所謂的國民心總結 我們會推薦 25年的華教來題 我認為 華人 在馬西亞的成本 是決定在意 我們的教育心意出來 沒有更好的教育 沒有更堅強的教育 沒有更 被注重的教育 等而被動 所以我們這個計劃書呢 在拉托的 兩位拉托 審經濟和審經濟的努力之下 我們會推出來 推出來告訴政府 我們是華社反被動 唯一主動 擬錯25年的未來發展 希望政府看到我們華教 看到我們華社的需要 然後根據 有公平的分配 我們國家之言 也是我們整個廣告會館的一個目標 歡迎呢 今天晚上是一個劉甲市民 我不要談太多政治 就以華團的角度 希望大家分享 也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我們的華團 支持我們的相關會館 謝謝大家 好 謝謝YP周世洋先生 謝謝系聲聽 謝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